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5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香港時間 星期一的晚上 今天是 晚了一點 錄音 其實因為我們昨晚 去到比較晚 因為昨天集會也去到晚上9點幾十點 我們跟著才有時間 再坐下 所以昨晚 搞到凌晨時分 在這邊 其實到了8、9點 其實 已經是很晚了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因為香港實在太晚了 在外國這些地方 例如英國 那些人可能8、9點已經睡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們在黑池的朋友應該會發現 其實 8點打後 就是水淨河飛 民居 是靜到 你真是難以想像 好 我們這一節要回來 跟大家繼續研究一節國情 這一節繼續研究的對象是叫做 武漢 在中國大陸 其實有種種不同的理由 種種不同的原因 其實一直 都是有民眾上街 尤其是最近 是6月4日 6月4日的34週年 我們 更加抽了多時間 跟這個 內地人接觸 我們 開始更加了解他們的想法 我們更加會發現 其實他們 真的知道了中國大陸的邪惡 知道了中共的 惡行之後 實際上他們絕大多數人的主張 是比絕大多數的香港人 更加前進 我很久之前也跟大家說過了 就算 是這個叫做中文媒體 的時事評論 我們同樣發現是相同的情況 他們一旦 真的 鎖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邪惡政權 其實 他們會主張用各種的方式 真真正正對付中共 絕對沒有說 所謂 我特別愛好某一種方式 又或者我覺得某一種方式的畫面漂亮 一直以來中國大陸人 都是被譽為比香港人更加用寒 這個一定是事實 當然你要繼續去比較兩地的人 也沒有意思 既然大家的長處不相同 其實大家 真真正正合作對準著政權的時候 就是取長補短 香港人普遍的國際視野 跟外國人的溝通 各方面 都比國內 更加好 國內人 就是普遍 比較一往無前 比較 是不會顧慮那麼多 是要跟你反面 是要走路 是要跟你作對 就是會去到最後 香港人 是太多叫做尖前顧後 兩樣東西 可以沒有矛盾 大家是取長補短 既然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跟他們覺得應該更加多充分合作 就好像跟西藏人 跟新疆人一樣 應該叫維吾爾人 因為新疆兩個字短一點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說新疆 當然我知道新疆他們是不會這樣叫的 因為這個 是 很冒犯的對他們來說 這個是中共的統治才叫做新疆 就好像現在對著香港人你跟他說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樣 聽到也想作嘔了 我們回到正題了 要說的是武漢 武漢又再出現了大型抗爭 所以 不要只是說 被封鎖的時候他們才有抗爭 實際上中國大陸可以醞釀的抗爭 有無千無萬種 只不過 因為中共 是瘋狂控制 瘋狂控制所有 訊息 瘋狂控制所有的集會 所有的上街 所以在中國大陸 的反抗空間 是相當之有限 再加上資訊封鎖 文字未開 還有一個中國夢 還有大內宣 要 對準政權 是真的有困難 但是只是一個白紙革命 大家都看到 其實有那麼多人是反對習近平 只要 將這個力量 整合 只要等到機會 絕對是有機會 推翻習近平 我們先來講講武漢發生甚麼事 我們繼續講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繼續按閃電鍵 好 這是6月3日 6月3日的時候 在武漢市東湖 高新區光谷 發生了第15小學分流問題 第15小學的分流 就是把 高年班的學生 被分配 去到三公里之外 光谷第19小學 那裏就是上堂 由於這個小學 大家都知道 其實小學 如果距離 你居住的地方 太遠 你要上學 相當困難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做行政指令 好像不需要給任何理由 我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高校率嘛 看你香港怎麼高校率 高校率拉人 高校率器官捐贈 結果就是 小學生被派到另一間學校 最少 是三公里之外 你真是叫 人家怎麼上學呢 累積了的不滿 就是跟著大爆發 結果 相關的行動 是觸發了過千家長出來抗議 結果中國大陸 要出動大量的公安 出來鎮壓場面 原本 大陸就是 新聞媒體極目新聞報導 說武漢忽然間規定了在2023年每一所 的教育公辦學校入學範圍 忽然之間把這個 學校重新劃分新校區 畫新校區 真的充滿著農場特色 他真的叫做我畫過 就畫過 我理得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然後 就把人家 是高年級的學生 調去第19小學 結果 大量的家長相當不滿 因為 如果不是開車 其實 途步 要走三公里 未計 原本 你原本可能上學 也可能一、兩公里 再加多額外三公里 可能是四、五公里 你有沒有想過 你上學 要走 小學 要走四、五公里 其實 不乘車 不能上學 最恐怖的是中國大陸更改政策 是絕對不會問你意見的 現在香港也一樣 這樣的地方 你跟我說高效率 當受害的時候 是你的時候 你就不會跟我說 稱讚他高效率的啦 所以這個是笑話來的 偏偏 香港的無知 的藍絲 偏偏最喜歡說這句話 結果觸發大量家長上街抗議 他們就是 從6月2日晚上 開始 集合起來預備維權 從晚上9點 一路出來 也在6月3日 從下午開始 一直維權 他說第一天有警察 就在學校門口 不讓家長進入 學校裏面 到了第二天 公安的數量大量增加 但是 示威的人繼續 再到6月3日 6月3日 中國大陸知道群眾事件 就是要遏制 然後 就是有2000人來 說的是公安 然後 大規模抓捕 然後就把家長 搞事份子 就是全部拉走 中國大陸 真的 不停發生傷獨的事 中國大陸的維權 其實也是此起彼落 但是 對於政權來說 任何的維權 任何的集會 任何的群眾事件 對他來說 都是影響他的繁榮穩定 政權維穩 所以 到最後 就是立即動用 這個公安 將家長全部拘捕 到底 有多少家長 是本來支持中國大陸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我們只知道 就是你任何一種維權 都會受到當局嚴厲打壓 無論你 愛不愛國也好 是不是反對派也好 總之 你一旦出來 集結 維護自己的權益 又或者甚至乎維護他人的權益 他立即 就當你是搞事 再一次證明 其實是沒有人事孤獨 就算你跟我說你不關心政治 到最後 公權力 社會主義鐵權 殺了你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要中彈 這次武漢 又是好例子 可能這班家長 從來都不覺得 需要反抗政權 但是 當真的有事發生的時候 他們第一時間 就會中鐵拳 現在中國大陸 是無差別地 對所有這些國內人 都進行鐵拳攻擊 這樣打下去 真是 很快 全部人都中獎 習近平上台之後 其實有個好處 就是 不論社會各階層 你有錢到好像馬雲那樣 死得更快 真的叫做不論國階層 除了貪官 那些既得利益者少數之外 絕大多數 人民都受苦 這樣的做法 是繼續製造 下一個 是 重大的爆煲 其實白紙革命就已經是了 但是白紙革命之後 完全沒有人打算要疏導 所以我們繼續 跟大家詳細觀察 繼續留意著 情況的變化 我們香港 甚至乎全世界 跟中國大陸 內地 還是有 很大的 關聯 雖然 大家知道我們是香港人 但是 這個 在你隔離的國家 本身的世界互動 所以我們不能 不注視中國大陸的情況 最好中國大陸有更加大的變化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今天的節目也說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 家丶 傭金 被 財務院 請 裏